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让你守进肩膀谷主 我要折磨得你不成人形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杀了你 三弟啊 时刻多年 我们又见面了 果然和那妖妇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 可惜啊 瞎了一只 你知道吗 老头儿死的时候 说什么都想再看一次这双眼睛 不如今日我就碎了他的院 把这眼珠子生挖出来 拱在他的灵台前如何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不爱说话 爱学口教 说话 说话呀 但是我的趣 那我你先留下一个 如果你把她找到我 去寻找一个 你去寻找自己 你自己做完 闻起来 只是事到如今你想素死 也得看我是否愿意给你这个恩典 来 把我送他的礼物抬上来 你可知我这半生的伤疤 从何而来 我知不知有何意义 当然有意义了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我 六岁的时候 柔飞这个妖妇在丘烈之时 召来野兽害死了我母后 即便朝野皆知 凶手除了柔飞再无旁人 父王却一味偏袒地 为他变拜 全然不顾我母后一身 护家的真迹和功劳 此事无需在意 我自有监夺 我母后尸骨未寒 柔飞却怀愿 整座王宫多在传言 若他能带予一名王子 他就能名正言顺 当上王后 他的儿子 也会成为金库未来的王 只要柔飞能带下王子 我身边伺候的宫人们 也因此愈发怠慢 就是这样一个冬日 我的秦殿里出现了一盆 忘记盖上暖炉的炭 怎么了 出事了 我士族跌入炭火中 命在安息 我的父王却在弘如飞午睡 迟迟不至 不知等了多久 他终于来了 却哪怕一眼都没来看我 我只听见他在外面说了一句 明王上的法夫 心貌不香 将来 恐怕是很难接成大同啊 这一切 这一切 都是你和柔飞的草 这笔债 你必须还 上阵这炭火有多烫 大殿下 我答应过你 帮你杀了谭台阶 可是没有答应你 眼睁睁地看着你折搏他 你闭嘴 看见住你自己的位置 你的故事我听懂了 但你的痛苦与我无关 若要报仇 你该找的人是坦台无极 我不欠你什么 你欠我 秘密都是你的做 我要让你手机肩巴骨主 我要折磨得你不成人形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杀了你 我去转了你 我去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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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